没事就在身上就这么不停的打自己 把字眼身上打得轻一块紫一块的 如果用这种方式就说能包治百病 您相信有这回事吗 但是现在这种所谓的叫做拍打拉筋的神功 现在在很多地方在社会上却一下红火起来了 他的推广者就是图片上这位名字叫肖洪慈 肖洪慈现在更是被很多人奉为神医大侠 而这位他那拍打拉筋神功很简单 就是拿手用力的拍打自己的身体 比如说打腿打肩颈打腋下打胸口 或者甚至是使用器械来拉伸自己的筋骨 我们来看接下来治疗的一些图片 真的也算是触目惊心了 比如这张图片 您瞧这位学员了 右腿关节这地方被拍的都已经出现瘀青了 那接下来这张图片上这位大哥更是牛了 来一起看一下 您瞧瞧 他的腋下胸前都拍的大片大片的血印子 但是那位肖神医说了 出现血印子那是因为出杀了 正是说明你的身体这个部位是有疾病的 只要你拍打的力度够大 持续的时间够长 就能够包治白病 比如说什么心脏病 糖尿病 甚至什么癌症那些绝症 用这种方法统统能治好 现在就那个肖宏慈那医生啊 办的这所谓的拍打体验营 每年能够赚上千万的钱 我要你猜多少你就猜多少 我说你咋落你就随便 你就往下落好不好 妈咩 妈了 他咋麻了呢 你也麻 最近呢 新京报对这个肖神医提倡的神功 就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这个所谓的什么 这个肖神医啊 他根本就是无证上岗 有一位老人家 还就因为这个被拍打之后 病情加重 三个月之后去世走了 现在就连肖神医的师傅也看不下去了 指出说有病不吃药 光在那身上拍 那是等死呀 我觉得你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相信呢 那如果拍打就能治病 好吧 那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我小时候身体那么健康 因为我小时候每天我老爸都在我的屁股上不停的拍打 每天都要拍打一次 对于这个事情 我们来看媒体方面会有怎样的评论的 华生在线上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拍打拉筋神工拍出的是愚蠢 您瞧这标题啊 说的很直接 拍的是愚蠢 文章说 什么拍打法啊 就让身体产生血印 这东西就能治病 这就跟人们被扇了几个耳光 出现了血印子 难道是脸上也出了沙吗 这也可以治病吗 所以说这简直是愚蠢到极点的说法呀 对于这种所谓的什么神医大师大侠 相关部门一定要与严厉的查处 只有这样才能杜绝这种非法行医敛财 致人死亡的恶劣行为 再看到新经报上对此事的一篇评论文章 标题叫做 莫让神医败坏了我们中医的名声啊 文章说 很多神医的出现 这不是偶然啊 这和当下医疗服务的不尽如人意 以及有病乱投医这样的心态是密切相关的 但是你要考察一下这些神医 你不难发现他们有一共同点 就是都是把自己伪装成一个中医的形象来欺骗大家 所以这也透视出了中医市场上的混乱 因为中医本身有很多地方啊 他是说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位如果从哪个角度来分析 是这么一种病 那位从那个角度来分析 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 所以他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西医 他就是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数据就是3.5 过了3.5 好了 有病了 低于3.5 你没问题的 他是一个很标准的 一个标准化的数据 可是中医呢 有很多模棱两可的东西 所以这其实有关部门 对于中医的门槛 一定要有一个严格的把握 严格限制非专业人员 对中医的概念进行应用 甚至拿这个来骗人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